新店地震事务所在9月份一楼的服务大厅设置了一台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心脏去占器 又俗称傻瓜电击器 可以用来急救因为心脏疾病休克的病患 期盼借此能够让洽工的民众 还有同人们的生命安全更有保障 新店地震事务所为了让洽工民众 以及同人的生命多一份保障 在一楼服务大厅设置了AED 这台机器又称傻瓜电击器 如果遇到了心脏停止的紧急状况 就算是非医护人员也可以使用AED进行抢救 我们行政机关设置了这样的AED 那当然如果洽工的民众突然临时有一些心脏的一些疾病 有所谓的病发的状况的时候 那我们在所谓的119消防人员 就是救护人员赶来之前 我们可以帮他做一个紧急的一个救护的动作 那发挥一个那个可以让他可以 做一个前置的急救处理措施 所以我们设置了这样的一个AED设备 目前心电地震事务所全所同人有80%以上 已经完成AED操作及CPR教育训练 万一发生紧急事故 可以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 提高患者存活几率 所内同人也都有搭配的去做这样子的 这个设备的一个使用 以及所谓的CPR的一个学习 那希望能够真的是备而不用 那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在 然后让民众来洽工民众也是不会担心说 随时有任何状况我们是可以提供服务 根据远见杂志一份调查资料显示 目前台湾只有三成八的民众听过AED 因此政府应该加快脚步在公共场所 大力推动AED的设置 让每个宝贵生命不再有遗憾 记者身边站门齐新店采访报道